大家好,我是言動音樂的Tony Sir 今天很想跟大家分享一首歌的結尾 加一些和緣進行的變化令它更加好聽 原得是優美 我們嘗試用耶穌的愛這首歌 它和很多歌曲都詞製二五一元節 用C調做例子 那三個歌分別是Dm、G和C 我們稱為二五一,因為方便你 如果你轉到第二個Key 其實和緣進行都是不便 所以原則都可以套用 第一個方法就是 它重複尾句的時候 我們可以將一曲變為六曲 就會有這樣的效果 很想重複尾句 我們再加一個五曲 再唱一次尾句 好,這是第一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 再加一個令它更加漂亮的結尾句 我們用一曲做結尾句 就這樣結尾句 就沒有了 加了一點 會怎樣做呢? 用剛才的尾句下六曲 六曲 尾句 好,這次我們用四曲去取代一曲 好,這次我們用四曲去取代一曲 四曲才做一曲 你會令到那個感覺長一點 那個結尾句有一點味道 我們可以將一曲彈得再漂亮 所以我們用四曲去取代一曲 其實可以加一個 一曲 一曲 它會有一個低音去處理 可以整句試一試 加上剛才的尾句的變化 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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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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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想再加一個多一種味道 你還可以加一個四m 看看那個感覺如何 最後一次用最後一曲 先是六曲、五曲 然後結尾 我們用四曲、四m、一曲 看看感覺如何 好 準備去尾句 唱一次尾句 好,現在要結尾了 四曲 好 所以用數字和緣去學一首歌 比如你由C鍵轉到D5鍵 你都一樣可以用到這個調節 歡迎我們一起去敬拜上學習 用不同的方法令你彈奏更有食材 我是言動音樂的Tony Sir 字幕...